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雖然美國主流媒體單方面宣佈 說拜登已經贏出今屆總統大選 意圖製造既定事實 但特朗普陣營從來沒有就這次大選承認落敗 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也繼續堅定不移支持他 而且還將這份支持轉化成為實際行動 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美國多個大城市那處 就出現了支持特朗普的示威和集會活動 包括在喬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 佛羅里達州首府塔拉哈西 亞利桑那州首府鳳凰城 以及北達科他州首府卑斯麥斯等等 都有成千上萬的特朗普支持者 走上街頭那處抗議 他們的訴求 不僅支持特朗普和彭斯的團隊 同時 他們亦表達出一個強烈的意願 就是要捍衛和維護美國的公平公正民主選舉制度 示威者普遍有舉起下列的標語 包括選舉營味完結 對抗假新聞 以及停止蝕國等等 當我看到停止蝕國這句口號 令我想起 莊子裏面的一句說話 就叫做 蝕勾者豬 蝕國者喉 這句說話的意思就是 一個人如果他走去偷取 腰帶上面那個帶勾 這些不值錢的東西 被人斷正了的話 還要判處他死刑 但是如果一個人是有能本事 蝕取到整個國家 當他成功了以後 還可以自己做了諸侯 其實這句說話就是用來諷刺 古代的時候那些法律的虛偽和不公正 但是我就相信 美國的司法制度 都應該是能夠彰顯得到 公平公正和公義 應該可以的 好了 特朗普的支持者就繼續對他堅定不移 至於 共和黨方面的取態又是怎樣 其實共和黨內部 都有不少人是支持特朗普的 不能夠說到 特朗普 完全是 好像 處於一個孤軍作戰的狀態 雖然來說 共和黨內有些精英分子 比如說這個 喬治布殊 他在選前 已經是對特朗普大潑冷水 又說不支持他 而這個喬治布殊 所委任的 國務卿鮑威爾 也是對特朗普 極盡蛙虎之能事 這個喬治布殊還衰到怎樣 當主流媒體宣佈了拜登 所謂勝選的消息以後 他就好像搶薑那樣 就向拜登表示祝賀 而且他還稱呼拜登 做這個候任總統 其實喬治布殊 當年和民主黨的 郭爾 都曾經經歷過一段時間的 司法鬥爭 最後就是由郭爾退出了這個鬥爭 然後你才當選 你自己也是有打過官司的時候 你怎麼會不理解得到 其實最終的 選舉結果 要是所有的 法律訴訟都結束了之後 才是可以確認得到 你現在就這樣 祝賀拜登 完全是 被私怨凌駕了公義 你沒理由看不到 今屆的大選 是有很多 具有合理疑點的 疑似選舉舞弊情況出現了 除非你掩著雙眼也看不到 所以這個佈殊也算壞了 但是特朗普 仍然是受到很多黨員的支援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所說 共和黨在接下來的司法戰裡 將會籌集大量資金 多名共和黨的捐款人 都收到了 來自特朗普的競選團隊 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邀請 有金主透露 共和黨本次的籌款目標 就是6000萬美元 折銷大概就是4億6000萬港幣 其實都花費甚巨 如果是籌集不到足夠的經費 都很頭癢 幸好這個是特朗普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億萬富豪 而且以他的強人性格 我相信就算 有一個 缺口在這裏 特朗普自己 硬都會硬出來 好了 至於 特朗普的私人律師 朱利亞尼 他在接受霍士新聞 採訪的時候 說到 有強烈的證據 顯示 在至少3至4個州 甚至乎是多達10個州 出現了一些選舉舞弊的行為 他就說 今次的選舉結果是基於部分假選票 故此就不能夠不作出任何的挑戰 而任由這一場的選舉走進歷史當中 他就說 今個禮拜的法律訴訟 是將會改變整個選舉進程 他還預告 在禮拜一就會入稟賓州的法院 準備傳召多達50多位的證人 宣誓來證明 是親眼目睹了選舉舞弊行為的事例 他還說已經掌握了足夠的證據 是足以改變到賓州的選舉結果 大家就拭目以待 其實我們也有提及過 真正的鬥爭 在大選之後才剛開始 好戲在後頭 而那群開口賣口都喜歡叫人 人家Fact Check這件事 Fact Check那件事 就應該要注視著這些司法新聞 為什麼 因為特朗普陣營 就會毫無保留地 將所有涉及到選舉舞弊行為的證據 提交到法院 法院 自不然會核實 他們的證據 是真是留的 所以那群很喜歡Fact Check的人 就要看看 不要閉上眼睛就亂說 亂噴口水 好了 至於特朗普本人又怎樣 其實根據他的貼文 就可以顯示得到 他仍然是戰意相當高昂 昨天他一口氣在Facebook連續發表了十幾條的貼文 我們簡單出來 看看特朗普目前的心理狀態是怎樣 他在其中一條貼文就提到 說相信有些人就是小偷 而部份大城市的點票機就是腐敗的 他還引述了英國一個 最好的民意調查機構的說法 就說這次是一場 即是被失敗的選舉 而無法想像的就是 拜登竟然可以在某些州的樹 得票是超越奧巴馬的 顯而易見的就是 特朗普的士氣仍然是相當高漲 而在最近兩天 他也有去到維珍尼亞州的一個 哥爾夫球場 打高球 就可以反映到 他即使是面對著這麼巨大的壓力 以及準備要進行這場司法抗爭 也好 仍然都是從容不迫 心理質素就相當高 至於在參議院裡面 共和黨籍的參議員 對於今次大選的種種亂象 又有什麼表態呢 參議院的司法委員會主席格雷厄姆 在一份聲明當中提到 說必須要就著本屆總統大選 所有關於投票違規和不當行為的可信指控 進行調查 以確保 今年選舉的公正性 他就說 不准他掩蓋對於選舉違規 或者不當行為的可信指控 格雷厄姆在聲明當中 也有特別提及到 其中一宗的疑似選舉舞弊行為 我們在節目當中也有說過 賓州沒有其中一個 郵政局的職員 去做吹哨人 就踢爆賓州郵政局的主管 要求那些員工 明明在11月3日之後 才收到的郵寄選票 就叫他們打郵戳打3號 其實這些就叫做 非法選票 就不應該 點算入去今次大選當中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就著這宗關於賓州郵局的疑似選舉舞弊行為的指控 就有一個實名的郵政局職員 他是做吹哨人 這樣就容易辦了 你說如果在網上匿名去舉證 那你很難找到那個人上庭做人證 這個不是 這個是願意挺身而出的 我相信他也會願意 跟特朗普團隊方面合作 所以 這一次的證據 也是相當確鑿 起碼在人證方面 當然是有的 所以這次拜登也很頭癢 就不要以為真正坐著 半隻腳就已經插入白宮 又開始講到自己會 簽署什麼行政命令 來推翻特朗普的政策 又或者是開始想定 他的內閣成員要委任什麼人 這樣 所有事情都還未完的 好啦 最後一件事 就要講講關於蓬佩奧 他就是沉默了幾天 終於在Twitter上發言 其實這個發言 我相信他也是在鼓勵特朗普陣營的士氣 他就引述了 《聖經》裡面 《加拉太書》第六章第九節 就提到 說我們行善 不可喪治 若不灰心 到了時候 就要收成 究竟這句話有什麼寓意呢 是不是在說 大家不需要灰心 司法的裁決 就會還特朗普一個公道 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如果各位有不同的見解的話 歡迎你在留言板中提出 最後還要提到 梵蒂江教廷的前駐美大使 維加諾大主教 發了第三封公開信 來力撐特朗普 提到特朗普總統 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美國總統 世界上所有的好人都要為他祈禱 而他還批評 說有關選舉舞弊的消息越來越多 但是主流媒體 為了使得他們支持的候選人佔有優勢 而封殺了事實的真相 在有些州 選票的數量 遠遠大於選民的數量 而郵寄投票 幾乎 一面倒傾向拜登 有些州無緣無故暫停計票 甚至乎 出現了 改票的行為 而這些行為 絕對 就是針對特朗普 而對拜登是有利的 他在信中還提到 說在過去幾個月以來 他一直都在盯著主流媒體 包括他們如何操縱或審查信息 如何掩蓋突如其來的證據 和無可辯駁的證詞 大主教還在信中鼓勵特朗普 說在這場博弈當中 特朗普是沒有被擊敗的 就好像他的神聖職責一樣 是不可以被擊敗的 特朗普所做的一切 都跟神 站在一起 而有些人就被自己的惡習 所蒙蔽和奴役 他還呼籲公眾 不要以為黑暗之子會誠實行事 不要被他們的謊言所嚇倒 所以就見到 其實這位維加諾大主教 對於特朗普 都是相當之間關顧 和支持的 希望的就是 美國的司法制度 真真正正是能夠 捍衛和維護得到 美國的民主選舉制度 以及就是會還 特朗普一個公道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